据国外媒体报道,参加在卡拉奇博览中心举行的第十届巴基斯坦防务展Ideas 2018,被伊朗革命卫队官员表示,伊朗正在考虑购买巴基斯坦生产的JF-17战机,以及带老旧的F-14和米格-29。 消息一出,也得各方震惊,巴基斯坦断台上的军迷也为此热烈讨论了,然而讨断下来,还是遇到现实的问题,所以大家且慢高兴吧,伊朗多年来一直寻求购买或者自制先进战斗机,用来替换大批过时的作战飞机。 然而,由于美国的制裁,吉斯山航空工业等各方面的制约,这一努力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,媒体称如果一切顺利中巴额顶住美国的压力,购买合同将于近期内签署,首批JF-17有可能于2019年交付,可能后果JF-17出口到伊朗,而目前它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。 如果巴基斯坦向伊朗出口军事装备,巴基斯坦未来可能会面临美国、欧盟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制裁。 虽然伊朗过去逆向宝质雷F-5喷气式飞机、F-14部件、AH-1引进蛇直升机等国防装备,但这些小打小闹对美国根本性不成威胁,所以我们理解伊朗空军部系需要更换老旧的战机,但它应该从俄罗斯或中国等。 能够承受美国金融制裁的超级大国购买战机。 伊朗购买巴基斯坦制造的骁龙战机,实际上还存在三大难旗。 中国要同意,巴基斯坦的盟友沙特可能强烈反对,因为沙特与伊朗是中东的死对头,谁也不服谁。 美国和欧洲可能制裁,因为伊朗正面临美国的制裁还没到期,所以从政治环境来看,至少不可能在2019年前达成协议。 不久前,伊朗打算与俄罗斯签署一份购买送货伊苏30SM战斗机的合同,但由于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影响,该协议从未达成。 为什么骁龙战斗机会这么火? JF-17Block 2增加了空中加油探冠,看起来像个杀手,外表冲击十足,任何看到它的人都会有兴趣购买它。 即使是我,如果我买得起的话,购买骁龙战机的选择对应案来说是理断上完美的,而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签订一份新飞机的合同。 骁龙战机JF-17可用于空中侦察,地面攻击和飞机拦截,除了在弹量和航程入点,整个航电和配套导弹,丝毫不逊于美GF-16AB,不发达到CB的水平,价钱不到F-16一半。 很明显JF-17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成熟和发展,我敢肯定有一天这只猛兽将会以多种颜色在世界各国飞行。 除了伊朗,还有像伊拉克、土耳其和马来西亚、都巴基斯坦,生产的JF-17感兴趣。 这四个国家都喜欢骁龙战机,对它很感兴趣,他们的代表团正在参加Ideas 2018航展。 顺便说一下,伊朗确实表现出了兴趣,但给人质倦就向了好的男力致信,也就是说,如果JF-17雷电战机,符合伊朗的需求,欢迎伊朗购买。 不管怎样,这首先是一条好消息,不可能马上实现即使伊朗表现出兴趣,或者必须像缅甸那样通过中国达成协议,也不认为这会马上发生。 因为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约将在2020年结束,所以明年是不可能的,除非是到明年年底,也就是2020年初。 如果巴基斯坦向伊朗出售小龙式战机,沙特阿拉伯会感到失望。 在巴基斯坦经济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,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热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朋友。 今年沙特已经宣布向巴基斯坦提供60亿美元援助,因为巴基斯坦的外汇只够支持两个月了。 一种选择是通过中国销售小龙战机。 如果巴基斯坦能够利用伊朗的购买欲望向沙特出售一些小龙战机,那么将是巴基斯坦的最佳选择。 巴基斯坦也有网友认为如果向伊朗出售JF-17,伊朗可能会利用它来对付在比目之省的反巴基斯坦活动。 当然也可能是伊朗人在玩双重游戏,借机打击美国。 另一方面与巴基斯坦提升防务合作关系,伊朗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。 如果中国愿意通过巴基斯坦间接出售JF-17战斗机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巴基斯坦允许伊朗生产JF-17,并允许伊朗声称它是本土国产的,并给它一个不同的名字,这将是伊朗最佳获得方式。 与此同时,巴基斯坦得到了急需的现金援助,因为伊朗可能会向中国巴基斯坦支付大量资金从获得了技术设备。 我们还得看看结果如何,就目前而言,即使在2020年后,这项武器交易还不可能马上实现。 重要的是要明白伊朗的咽喉捏在美国手心里,事实上,还要看美国的态度。 但如果他们从中国订购,沙特不会对他们说什么,但中国可能不会把他们卖给他对抗美国。 在两翼战争期间,巴基斯坦曾支持伊朗。 巴基斯坦是少数几个支持伊朗的国家之一,而这种支持真正激怒了阿拉伯国家。 据说两翼战争期间,没有标记的飞机和火车从巴基斯坦开往伊朗,有消息称,巴基斯坦将原定于阿富汗的独次导弹转移到伊朗,并将战定中有有的反舰导弹转移到伊朗。 无论如何,事情已经改变了,没有人是永久的朋友或敌人,国家利益应该永远放在第一位,出售这些战机,肯定将符合巴基斯坦的最大利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